对了,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叮当键哦 今天我们来用电子锅做红烧香菇鸡 红烧香菇鸡也是一道台湾菜 味道浓郁鲜美 香菇鸡有许多种不同的做法 各家有各家的特色哦 想必大家听到红烧就怕了吧 别怕 现在用电子锅也能非常轻松搞定哦 首先把土鸡一只斩小块的放入锅里 然后把干香菇12朵泡温水7滴放入 红枣12粒 红萝卜一只切块 老姜一块切片 红辣椒4个切4条 葱段30克 姜末1茶匙 冰糖1茶匙 料酒2大茶匙 然后把老抽或者是酱油糕3大茶匙加入 最后倒入清水半杯 然后用汤匙把锅里的食材均匀混合搅拌 然后准备一张大锅锅口的烘焙纸 然后折成和锅盖一样大当落盖 这落盖能够防止水分流失和加强气肉的入味哦 然后把锅放入电子锅内 把盖盖上按前自动煮饭模式就行了 45分钟煮好后打开电子锅盖 把烘焙纸洗出 然后把鸡和所有的食材充分的搅拌 搅拌过后把盖盖上焖5分钟就完成了 电子锅非常厉害吧 焖烧的非常入味 肉质鲜美嫩滑 很下饭的家常料理 这就是红烧香菇鸡